甲丸是造成氣候變遷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每一頭牛 每年大約是排放一百公斤的甲丸 排放量值大 讓畜牧業被視為是氣候變遷的榜雄 因此美國大學正在研究開發 改變牛脂腸道菌的藥丸 讓他們減少或是根本不排放甲丸 研究人員將長長的管子 從這隻兩個月大小牛的嘴巴 進入胃部 再從他的流味中抽出液體樣本 流味是反除動物的第一個胃 他們吃進去的食物 會在流味裡被微生物分解消化 而無法被牛吸收的副產物 就會變成氫氣 科學家就是要利用這些樣本 研究將氫轉換成甲丸的微生物 因為甲丸不會被牛脂消化 而是隨著打殼排出 因此科學家的目的是要開發 改變牛脂腸道菌的藥丸 讓牛脂排放更少 或是根本不會排放甲丸 一頭牛每年約會排放一百公斤的甲丸 而且甲丸能在大氣中存在十二年左右 科學家說幾乎全球一半的氣溫上升是因為甲丸 雖然科學家無法乾脆移除牛脂胃裡產生甲丸的細菌 因此一方面讓他們食用含海藻的飲食 以減少甲丸產生 更希望透過基因改造 從源頭抑制產生甲丸的細菌 研究團隊目前已經獲得七千萬美元 約台幣二十三億元的資助 並且在這七年內取得進展 科布雷布表示 他們長期以來研究永續序幕發展方法 反對減少肉類的食用 以拯救地球的呼籲 因為這些口號 或許對已開發國家的健康成年人有效 但新興開發中國家 像是印尼 五歲以下兒童有生長遲緩現象的約占 百分之二十 他們正需要增加肉類食用和乳製品 來改善健康狀況 公視新聞 沈鹿沛編譯